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小百科太太 生姜是家家户户都不可缺少的调味料 适量吃生姜,可以去寒气,增强免疫力 生姜虽然对人体有益 但是吃错反而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严重的话甚至可致癌 其中一个对人体有害的就是这种硫磺姜 硫磺姜是市场上最为常见的毒生姜 制造这种毒生姜的方法有两种 一种是用硫磺浸泡生姜 另一种就是用燃烧的硫磺直接熏蒸生姜 这种硫磺姜,它的颜色比普通的生姜焦黄 具有较强的毒性 工业用的硫磺含有钳、硫、酸等有毒物质 长期使用这种硫磺姜会对人体呼吸到产生危害 严重的甚至会直接侵害肝脏和肾脏 正常的生姜,表皮摸起来比较粗糙 比较干,有股天然的姜香辣味 这种硫磺姜看起来则比较水嫩 纯浅黄色,而且表皮摸起来比较光滑 最明显的就是闻起来没什么姜味 而是有股硫磺的次比酸味 如果大家不会看的话,用闻的就可以了 像小编手上的这个姜,闻起来有股硫磺臭味 完全没有姜的香辣味 而这个正常的生姜,闻起来有股姜的清香味 另一个对人体有害的生姜,则是腐烂的生姜 生姜本身含有黄脏素,黄脏素是致癌物质 容易诱发肝癌 但是新鲜的生姜所含的黄脏素很少 适量食用是不可能超标的 所以做菜放一些对人体无害 只要不过量食用生姜,对身体是非常有益处的 但是吃腐烂的生姜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腐烂的生姜所产生的黄脏素等有害物质 会迅速增加 长期使用将会增加患癌的风险 所以千万不要认为烂姜不烂味 把生姜腐烂的部分切掉 把剩下的生姜留着做菜吃 这种做法也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黄脏素完全可以通过渗透作用 感染到看起来没有变质的那部分生姜 所以腐烂的生姜,建议大家将它整个扔掉最安全 还有一个对人体有害的习惯 就是吃过量的生姜 虽然俗话说 冬吃萝卜下吃姜 不劳医生开药方 但是也不能过量吃生姜 生姜适量吃对身体好 但是过量吃反而可自癌 之前有跟大家提过 生姜中含有黄脏素 适量吃不会超标 所以对人体无害 但是若过量食用生姜 则对人体有害 还有大量进食生姜 可引发烧心 腹泻 胃脏器等情况 建议每一次食用 最好不要超过15克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 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记得按赞还有订阅我哦 也记得按下小铃铛 才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最新视频 谢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 拜拜